透过监视器看到诈骗集团已经从女子身上炸得80万之后 实随之位还想继续要取款 款项越来越大 女子发现原来追求她的男子疑似就是诈骗集团 报警处理 警方埋伏等嫌犯现身取款 直接飞扑逮捕 现在看现场状况 当日远警带车手手取款项 完成的当下瞬间 埋伏远警一涌向前将其扑倒并逮捕 出不了解50多岁的越南籍女子经营餐车为生 抖音上认识一名男子相谈甚欢 没多久这名男子就露出真面目 跟他说大陆工作出现问题需要资金周转 还拉女子进入赖群组来约定交付款项 女子陆续交付80万之后才发现有诈和警方合作 埋伏歹人 先进将深入追查 是否还有更庞大的幕后黑手